给我一分钟 老肖老师教你保险 你有在为你的客户做保单见诊吗 我相信保单见诊对客户而言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相对而言对我们优营来说 是我们要尽力做的事情 你在做保单见诊 很多的业界的高手也在做保单见诊 但是你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吗 我们在做保单见诊 会不会只有专注在医疗疾病癌症的部分 就是在帮客户补医疗疾病的缺口 但是你知道吗 很多业界的高手在帮他的客户做保单见诊 他不仅仅是补客户在医疗疾病的缺口 他更进而去补足客户退休上面的缺口 甚至向上提升到帮他的客户补足财富传承上面的缺口 老兄老师要给大家的建议呢 就是保单见诊 不要只有跟客户讨论风险规避这个部分 要进而谈论到资产累积 甚至财富传承 这样才能更全面的照顾到 我们客户人生不同阶段的需求 以上是老乡老师教你的保险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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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